歌手杨乃文推出最新专辑《越美丽越看不见》 举行发片记者会 本来邀请好友清风到场站台支持 但没想到却因为清风的官司纠纷 导致未能前来 杨乃文也透露 第一时间清风就有传讯息跟我说 因为他自己有一些事情 所以没办法到场来支持 尽管没能来到现场 清风还是线上了花篮 暖心地写着 有时候 我们都只想用音乐说话 虽然你会吐槽我话多 这次你用音乐说的话 美丽又震撼 谢谢你的音乐陪我超过二十年 影响我至深 我会努力写出更好的歌给你唱 耶 人生又有新方向了 最后还署名爱你的清风 可见两人私交非常好 不过杨乃文也吐槽 如果我想要安静的时候 绝对不会找清风来陪我 而杨乃文也透露 在清风侵权事件爆发的第一时间 就有传讯息给他 也笑说 清风心情好得很啊 完全没有受到影响 而我也只是跟他说我没事 你去忙你的事情 加油 而杨乃文也说 我和林韦哲已经很久没有联络了 至少有十年都没有 你去年 也没关系 不知道 我一直在这儿 我们可以 阻止